好 再来看到的是台南安平八天两死凶杀命案 亲密嫌犯陆续盗案 跟着了解专案小组取得的停车场监视器画面 清楚拍下死者被车辆碾压 凶手持有力气 造成对方心脏穿刺伤而送衣不治 不过七人盗案都否验杀言 甚至还互控对方 蔡新普通请你们去找死者的 这是事实吗 方派仇家领还追杀台南安平区 八天内发生两起凶杀命案 七名嫌犯陆续盗案 但七人证词都不拢互相谢责 否认杀害王姓男子 但警警调约16号晚上停车场的监视器画面 发现虾米这一伙人行径相当的凶残 16号晚上王姓男子被刺伤后 他随机在路边揽架双载的两名南大生机车逃亡 七名嫌犯当天分别搭乘两辆轿车 在后头猛追 红色轿车坐了四个人 负责策划外号虾米的蔡新男子 则是坐在另一名黑色轿车上 两辆轿车从大马路一路坠到餐厅停车场 目击者表示死者被车多次碾压 凶手持力气攻击 造成对方心脏穿刺伤送医不治 命案发生后现场血迹斑斑 附近居民直说太凶残 害死王姓嫌犯的清明嫌犯通通道案 凶杀案看似告一段落 但既然证词版本各不同 怎么厘清责任 找出真凶 看在检警眼里 难题才正要展开 记者杨文华态能报道